大家好,我是小红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现在这社会即使一个女人动了心 她也不会主动去追求 这并不是说她爱得不够深 而是担心她的付出不能得到温柔的对待 只不过表面看似冷漠的女人 心里也会非常激动 毕竟她的心中已经产生爱的涟漪 再平静也会有些许的波澜 爱是难以掩饰的 即使内心细腻的女人 尤其是当她们对你动了心 她们会变得很温柔 在跟你相处中的行为和举止 都会夹杂着一些爱 有些其他人是不允许碰的东西 但你却拥有这个资格 事实上这些都是因为 女人对你的信任和真爱 对你动心之后 女人可能不会主动表达 但她们会给你暗示 同时不会介意你的一些行为 也会默许你碰触这三个地方 比如她的手机秘密 任何密码 关于家庭也将对你没有保留 即使是那些深藏内心的秘密 也会与你共享 一 她手机上的秘密 她会告诉你密码的女人 都是非常重视她们的个人隐私 从不会轻易告诉别人 更不会让别人碰触 但是当她对你动了心之后 她会改变她的态度 像手机会直接给你检查 也会告诉你各种密码 在她心中 你不是一个外人 她会非常信任你 允许你随心所欲地 捧住她手机里的这些秘密 哪怕她会被你看穿 她也会心甘情愿地这样做 只想让你注意到 她对你的这份情感 大多数女人都会对异性 有着防备心理 但真正喜欢你的人 不会这样做 她会大大方方地 向你展示她的心 对你不会有任何防备 足够的信任 便是足够的爱 遇到一个 能把手机里的秘密 告诉你的女人 不要认为这是正常的想象 其实她早已对你动了心 只是想接一次 表明她对你的情感 一定不要错过 二 关于家庭的秘密 也对你毫无保留 家庭是生命中 最值得守护的地方 不让陌生人 去轻易地触碰 但当一个女人 对你动心之后 她会希望你 去了解她的家庭 了解她的一切 如果一个女人 和你谈论她的家庭 她便犹豫不决 不管什么原因 你要明白 她对你没有爱 甚至连最基本的信任也没有 虽然女人的爱 是吸引你的 但爱与不爱是 难察觉的 毫无保留地让你触及到 她的家庭隐私 一定对你有特殊的感情 而对你有所隐瞒这些的女人 一定是因为她不爱你 当一个女人告诉你 她家庭的秘密 甚至把你介绍给她的家人时 不要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 只是她从心底 彻底接受了你 并明确表示她对你是真诚的 这样一个女孩 一旦错过就很难遇见 也意味着你错过了一段美好的爱情 所以一定要真心 三 内心深处的秘密 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如若一个女人对你动了真心 最重要的表现就是 她愿意让你了解到 她内心的秘密 和以及她的过去 你会发现这些秘密 大多是她令人难忘的东西 她愿意向你倾诉 就是对你的一种信任 如果你想让一个女人 对你敞开心扉 除非她对你有真挚的感情 不然是不会轻易 对你产生信任和依赖 更不会让你去 试探她的内心 心思细腻的女人 尤其对突如其来的爱情 更加重视 她心里的秘密 可能是关于爱情的 也可能是关于生活的 在给你倾诉了这些 埋藏在她心里的秘密之后 她会感到更加轻松 过去的欢乐和悲伤 将随着你的出现而消失 她怎么做的原因 是为了让你感受到她对你的态度 你如果一个女人真的 把她这些难忘的过去 和她内心的秘密都倾诉给你 那一定对你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爱的表达已经很明显了 喜欢她就大胆地去追求 不要轻易错过对方 当一个女人让你触摸这三个地方 可别不懂女人内心诚实的想法 否则你就会错过一份正直的爱情 爱情是一种情感交流 当你感受到对方的爱时 一定要及时去追求 把最好的新春 绽放在最幸福的爱情生活中 当然上面的内容 其实是有前提的 前提就是建立在 喜欢你的女生基础上 如果一个女生 对你并没有什么好感 那么无非就是两个原因 一 你的价值不够 她看不上你 二 你的聊天很烂 让她无法对你产生兴趣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价值上要提升 让自己看起来很值钱 在这里小编李博的聊妹手册 就有说到 另外聊天很烂 同样如果你只会 查户口一样的聊天 也会造成女生对你 无法产生兴趣 李博聊妹手册 同样有说 怎么解决 主要还是要提高自己的 生活品位 阅历和聊天 的时候幽默感 只有幽默感的男人 女人才会喜欢 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